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众不受影响 不过分租套亚房的族群却因为电价不透明及法规不完备等因素 可能面对房东单方面的调涨电费 立委 何志伟 郭国文和崔妈妈基金会召开记者会为百万租屋族请命 强调合理透明的电价是基本人权 并提出三大主张 要求台电与内政部主动解决民众问题 从台电宣布调涨电价后 网络上就出现许多租屋族讨论声音 尤其分租套亚房的租客担心房东恐借机喊价调涨电费 而根据主记总处2020年家户租用统计 全台有近87万户为租户 租屋人口数将近245万人 因此立法院何志伟与郭国文联合崔妈妈基金会召开记者会 要求台电与内政部应该主动解决民众问题 特别锁定在六都都会区 其实长期以来在于电价不透明 产生一些在租屋上的争议 很多时候加以两方 特别是租屋组本来就是相对弱势一点点 在不透明的电价计算公式跟架构之下 在合约没有写清楚的状况之下 大家为了不要说就是在走这个诉讼 很多人就吞着就下就就就不去处理 崔妈妈基金会执行长吕炳银强调 分租套亚房的租客是最脆弱的房客族群 居住争议应该优先受到保护 因此建议台电允许改为用电地址申请查电费 目前的基本上电你要去查电费的话 要有电号跟用电户名才能查 那其实电号何等困难 就房东怎么会平白给你电号 所以我们这部分也长期有主张 就是台电这边可以改为用电地址去查 当期总用电数以及当期平均电价 台电方面回应为了降低电价调长 对租屋组的影响 特别公告建议分租套房型的用户 可向台电申请装设免费智慧电表 至于开放房客以租屋地址查电费 则担心会有用户各自外泄疑虑 要开放给其他一般的民众 因为我们牵涉到所有的用户资料 那都会涉及到用户的各自 所以在那一部分 到底能不能够去查 查不是你社会的资料 或不是查你的 那会牵涉到一些后续有一些争议 会有争议的问题 对此郭国文质疑台电如何让房东 主动装设智慧电表 还有内政部关于租赁定型化契约 应记载事项的规范 也可能让房东有漏洞可专 台电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诱因还有措施 能够鼓励这个房东 愿意来装置这个智慧电表 这是台电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部分 在内政部的部分 这相关的这个住宅定期化契约当中 他用当月的用电量最高级距的金额 那这个可能会让房东 有漏洞可专 是不是要直接订定最高级距的金额 是不是可以改成 当期美度的这个平均 内政部方面则承诺会邀及 相关单位进行讨论 并提醒房东 在租赁期间 不可片面更改契约内容 否则将违法受罚 立法员何志伟等人 最后提出三项主张 包括台电应主动装置智慧电表 用电资讯必须透明 内政部则应紧述修改 不合时宜的租赁定型化契约中的 应记载法规 并要求台电与内政部 必须在三周内 针对这项问题 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导 孩子沉迷于玩手机怎么办 五千多份的问卷有效回收八百五十一份 针对是否造成孩子作息功课情绪人际关系 亲子关系五大面向来做调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 49%的家庭将近一半 经常因为手机跟孩子造成亲子间的冲突 那么我们分成经常或非常频繁 这两个加起来将近一半 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家庭 常常因为手机跟孩子发生亲子冲突 所以这个问题已经相当的严重 在我过去的这段期间 常常我也上很多的预防儿肇手机课 那看到的是有一个一家人生 有一个家长 爸爸跟我说 他已经摔了四只手机 还是没有办法让孩子脱离这个时候 一个妈妈跟我说他摔三只 其实非常的痛苦 一次预防孩子手机诚意 变成现代家长重要课题 家长大人 你自己有没有手机诚意 我觉得这个大家已经都放不下手机了 当然我们大人也许成长的过程 没有这么多手机 但是现在很严重了 那因为小朋友看到大人 哇一直在看手机 这手机里面到底有什么好东西 他一定很有兴趣 所以我们自己先要检讨 就刚才谢盈一直讲的 增加家庭的时间 当然这个讲很容易 做很困难 我是觉得家长自己 我们大人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多注意 学校方面 我们教育局方面 家长方面 尤其是回到家里面 真的就是家长跟孩子之间的关系了 以及我们就是说在民意代表的这个部分 我们都必须针对这个事情来重视 我们也很看到 看到今天教育局局长来 就表示他对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视 他把他的态度 把他的行动展现出来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在这个部分呢 除了我们在议会民意代表的关心 我们家长会的关心以外 我们希望他能够落实到一个制度 制度面 能够来执行 那在我们的学校来讲的话 我们当然除了在资金交易 或者是说应用的资金轮理之外 对于呢 我们孩子什么样去认识 手机或资金电脑的应用 我们都有做很多的培训 那当然有包括家长的成长影 我们也有做 那我们也有对 可能已经有高危险群 那个手机成影的孩子 我们也做一些辅导 也有做一些个案 那个案的辅导 我们还做到有住区的 还有呢 有到校服务的 就请医疗资商师 那都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会到学校里面 去帮助孩子 那我想那个是比较末端的 可是我们需要在前端 我们就把这事情都做到预防 那这一部分呢 我们教育局的择护旁贷 因为毕竟这是很重要的教育工作 那教育工作的问题 虽然非常多 那手机成影这件事情 可能是现代世界 尤其我们现在奥巴士带 学生可能会很容易 面对的一些问题 我们孩子用手机的时间 真的是比以前 长非常多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呢 值得我们重视 那我们教育局 一定会跟家长 也会跟医人们 他们一起来共同努力 为我们孩子手机成影的问题 都解决跟努力 共同来打拼 在儿童节日 北市家长会团体 也一并接此呼吁 正式儿童手机成影问题 可能我们家长 在小学端的时候 就是要做到 就是说我们讲 己身不正何以正人 所以自己呢 要先把自己做好 在跟孩子陪伴的时候 能够尽量少用手机 那希望也另外能够就是说 我们现在小孩子呢 做教育的时候 我们最重视就是他们的阅读 阅读完可以做一些讨论 这也是可以离开手机的一个方法 那我想其实多陪伴这是对的 就是让小孩子知道 这个世界不是只有手机 那回到家里可以谈谈很多的心事 其实青少年还是真的需要家长陪伴 在餐桌上刚刚提到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一个相处 而不是用手机 丢给手机来跟小孩子做相处 就是我们在高中教育里面 现在其实管理手机 很多导师很多学校 其实蛮善尽指责 我在多年前去日本的时候 我非常惊讶 日本的所有高校 不管在东京 还是在其他偏向 手机是进不了校园的 带进去他就会要保管 那时候我就觉得 为什么台湾做不到 但是现在的台湾很多学校做到 因为班级里面有所谓的手机箱 那我去参加亲子作产会 我发现 导师会在亲子作产会的时候 要我们大家一起表决 赞不赞成学生一来 手机就按号码锁起来 中午拿出来 然后下午上课再拿出来 再收进去 到放学再拿出来 只要是家长多数都赞成 就这样执行这个办规 我觉得是好的 孩子在学校是可以实施的 那为什么回到家之后就没办法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家长 可能我们也要大家一起 一起进步 一起努力 一起成长 学习 像我其实跟我女儿的互动就是 最近忙什么 那喜欢最近就开始化妆 那我叫好朋友姐姐 什么 带你去化妆 就是你从她的兴趣 跟她互动 减少她用手机的时间 那是在用餐的时候 其实可以把手机 就跟她沟通 我们手机放下 或是大家去走走 逛逛街 就是从她的兴趣上面 去跟她产生一个共鸣 跟互动 我觉得从这个方面 从关心跟陪伴 那甚至偶尔可以跟她分享 她在学校的状况 甚至你可以跟她讲悄悄话 到底喂养给小朋友什么东西 不是你限制她时间 不是说你必须 你只能看多久 我跟你说 你一天只限制她 看一个小时 她这一小时 如果看的是你 你绝对不允许她看的东西 那该怎么办 在我们这个 我们这些父母呢 是很无助的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就是陪伴 我奉劝 今天透过媒体 我们所有的父母要去了解 关心 你的小朋友在看什么 其实 手机成影这件事情 要让他们介意 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给各位一个小小的配方 你只要知道 她每天在看什么 她时间就会简短 就会简短很多 原来我的爸妈 现在了解 我每天在看什么东西 我跟你说 她八个小时 马上变三个小时 因为她五个小时 看的东西是 不能让你知道的 其实大人的行为模式 也很容易影响孩子 所以平时家长们 也应注重 自我手机使用时间 切入让自己过度使用 也会造成孩子的模仿效应 记者问君 台北报道 罗斯福路盖线 全面升级为电动公车 通车典礼中 台北市交通局长 谢明洪 新兴客运董事长范大为 乘运汽车董事长吴定发 都亲自出席 庆贺示范型快充电动公车 以及台北市首座电动公车 快充充电站上路 而全车队27辆的新车 将全数投入营运 其中有四辆公车 才会成生动活泼的小兔子 象征新车带来的全新活力 3 2 1 请剪彩 新兴力 罗斯福路盖立公车 27辆粉红色全新电动公车 已自排开 场面相当壮观 通车典礼中 交通局长谢明洪表示 罗斯福路盖线电动公车 导入符合交通部示范计划 认证的快充型电动公车 对台北市推动绿色运聚政策 具有指标性意义 台北市的电动公车上路数 达366辆 未来将朝119年 公车全面电动化目标迈进 市长一再重申 整个如何走向 2050今年排碳的措施 他都会来努力 来跟各位 我们所有的市府的同能联力 所有政策都要以检探 我们目标 那我所知道这边的车辆 这新款的车辆 多了很多的智慧的一些设备 包括那个盲点的侦测 车道的便宜 这道司机有没有打瞌睡 酒测等等 那这个都是非常符合安全 所以这个车辆应该是说安全 又环保 罗斯服务公车专用道 是一个非常载 颗量非常大的一个 那个 我之前在东方部上班 大概做五年多的公车 那公车专用道是一个非常便利的一个措施 可是乘客在后车的时候 常常会吸到废气 我曾经在梦想 哪一天我做公车专用道的时候 不用再吸废气 是我作为一个乘客 我最希望的梦想 那今天我们实现了 新兴客运董事长范大为表示 这批车辆配属于木炸二战 是台北市第一座电动公车快充站 踩一窗多车的方式规划 适合地下人稠的台北市 且即便电费可能调涨 相比油价仍然划算许多 电费提高跟油价来看的话 我相信电费还是比较便宜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营运的业舍 跟这个台电这边 我们有所谓的契约的协定 我们有所谓的这个离风 跟高风期跟离风期的部分 那我们的所有的厂站的这个充电 都是利用离风时间来电 所以这个成本对我们来讲 并没有增加太多 油车的购车成本 大概四百多万 但是电车要一千多万 所以说我们这个部分 现在目前都是仰赖政府 给我们的补助 才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现在目前我所知道 是第一座快充充电站 我想最大的特色是 他刚刚提到的说 他可以共享 不是只有我们新兴可运的大客车 其他的大客车 也可以来这边 共享这样的一个充电 甚至刚刚讲说 其他的小客车也可以来 那我会认为这个共享 是一个很大的概念 因为我们台北市在取得厂站 不太容易 那欣欣可以做这样的厂站 做这样共享的服务 的确是我们非常敬佩 当然这是一个政策的方向 那未来我们还会朝向 跟捷运调度站 捷运机场 来做一些共享的厂站 希望能够多一点 充电的设备 来提供我们大客车 未来在达成2030年 在做全面电动化的时候 这充电设备一定要完成 要非常的完整 这是我们会再努力的 此批电动公车 为台湾陈运公司 设计研发制造 使用最适合快充的 钛酸锂电池 可分散充电 随时充电 只需要15分钟 即可从20%的电量状态 补充至80% 所有的驾驶先生 回到站上马上充电 6到15分钟 就可以得到保电状态 驾驶上车的时候 它随时都是保电状态 所以它不会有 不会有这个里程忧虑 那我们又避免集中充电 带来的方便跟危险 而且我们停车场的面积 不会产生冲击 也避免干扰 临近用电户的不方便 因为它这一些 简单的定义 是带给 客运公司 最大的价值 也就是客运公司 可以用 一辆柴油车 换一辆电发 就可以满足 你所有的路线 各位在我们的同业先进 未来就会碰到 有很多长的路线 你可能要用1.3倍 1.5倍 甚至2倍以上的车辆 但是用快充系统 它可以避免 螺丝浮路干线 半次密集 尖峰时间 每4到6分钟 就有一班车 行驶动线 自捷运动物园站 行进螺丝浮路 连接至台北车站 交通局致力辅导业者 选择合适的电动车型 持续筹备导入新车 预计于年底 可达到650辆上路 并朝119年 市区公车 全面电动化买进 记者领席会 台北报道 根据估计有这个移工 走地下汇兑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 再加上失联的移工 金额甚至上看千亿 打炸小组成员 立法委员 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联合召开记者会 呼吁跨部会 要加强合作 扩大宣导 并建议 严拟人力仲介 代办业务 落日条款等措施 才能有效防范地下汇兑 保障移工权益 围堵地下汇兑 立法员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英 及张鸿路 大声疾呼 要求政府单位 重视移工 走地下汇兑 所产生的各项问题 根据劳农部的资料 到111年底 越南籍移工约25.6万人 其次是印尼籍移工 25.01万人 不过两国移工薪资 会回母国的差异 却达16亿美金 以目前汇率换算 移工采地下汇兑的金额 一年超过500亿元 加上四年移工 更可能上看千亿元 不受监管的资金 也成为国内金融秩序的一大漏洞 因此立法院打造小组成员 立法院郭国文 钟嘉宾 林楚音及张鸿路 特别召开记者会 要求跨部会合作 并提出包括订定落日条款 加强宣导 设置检举奖金 强化稽查非法汇兑资讯 及查器失联移工等建议 希望有效防范地下汇兑 优先辅导人力仲介业者 遵循合法管道 沿拟人力仲介代办业务的 落日条款 第二个是强化稽查 包括社会群平台发布非法汇兑资讯 以及科技大厂收钱 当面收钱的一个查器动作 移工被诈骗或被卷入到涉及诈骗的 这些非法汇兑的水房 所以我们希望呢 劳法署呢 要加强 那么能够积极地提供 最好还能提供什么 这些移工啊 这个检举非法汇兑的检举奖金啊 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优因 希望让全国的民众或是今天所有出席的官员了解到问题的严重性 台湾不能成为一个合法 掩护 非法的这样的一个漏洞产生 但是却视而不见 不管是越市 印尼的小吃店 里面根本就是汇兑的中心 这个我相信你们在查系也都知道 那如何把这个给 把这个门给关起 我觉得这个警政署跟移民署 其实你们可以啊 多尽一点力量 对立委强化地下汇兑的诉求 出席的各部位代表也做出回应 其中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副署长就表示 会将检举奖金纳入研议 我们在众介评件已经纳入了这样子的 必须提供给移工的正确的那个 汇兑的管道这样子的一个评件的项目 然后刚刚委员也建议的部分 就是说未来要不要有检举奖金 这个部分我们 然后都不会来研议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此外呢我们可能也会跟金管会来 针对仲介公司办理地下汇兑的这样子的一个处分的部分 如果刚刚讲的 如果目前是合法有管道 但是可能有非法 就是利用合法的这样子去做非法的地下汇兑的部分 我们希望说跟金管会来合作 加强来查处 郭国文表示打炸小组会持续在各委员会 关注地下汇兑议题 以避免持续冲击金融秩序 也进一步保障移共权益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眼界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界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 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佳祁团关心您 道江商职广告设计科迎来第47届毕业成果展 以主题一年四季节庆 整线作品风格 同时还有才艺表演 开启精彩的斜杠人生 将春节的喜庆 温暖开运团聚的元素 以作品呈现出来 还有中元节前程祭祀的文化展现 七夕情元节浪漫主题 所有的作品精彩无比 这是道江商职广社科第47届毕业成果展 在台北地下街展出到4月3号 我们做的是春节 就是纳洗送春 然后因为我们是觉得 春节是最代表我们的一个节庆 就是最喜庆的日子 所以我们决定做这个节庆 主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的红包袋 然后还有一些糖果盒 因为过年大家会一起吃吃零食嘛 然后我们还有米 纳西米 因为台湾人都会吃米饭 然后我们就做一小包一小包的 刚刚好是那种一人一个份的量 对 另外广社科还有许多丰富人才 如在高中职电竞圈获奖无数的哈士奇校队 还有K-pop魅力四射的舞蹈表演 一展学生多元成才 因为我们其实 这一季我们要打ACS 然后其实原本实力还不错 就是因为一年级的学生比较偷懒一点 所以就导致三年级 有点心态有点受到影响 所以就实力有点下降 然后花了很多时间在跟他们聊心态方面的事情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樱花 我是一个实况组YouTuber跟插画家 那我在道江市担任那个电竞幕后老师 主要就是教学生一些可能影像的处理 或是社群的经营 像实况的啊 还有一些可能YouTube频道 或是影片要怎么制作等等 那这一次的这个展览 成果展他们准备了非常的久 像昨天我们就开始在布置的时候 同学们都是非常努力 像一些贴那个海报啊之类的 所以我们就是也是用了很长的时间 他们是用了大概一整年时间去筹备这个活动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支持一下 那成立的宗旨是我们会以K-POP的MV5为主题 然后去发扬这方面的舞风跟表演感 然后为了这一次的表演呢 我们其实有七个学生来上台表演 那比较大的瓶颈可能会是因为我们一周 我带他们的次数可能一周只有一次 然后如果人没有到齐的话 队形走位上面会遇到比较大的困难 就是比较难安排 那让我很欣慰的是其实学生们都很认真 然后他们学的速度也非常快 然后有长大要改进的地方 他们也是就是隔天 或者是甚至15分钟后 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进步 因为K-POP讲求的是表情与动作上的整齐 那因为我们在把舞学完之后 学完之后每个人的身体 每个人身体形状与身高体重的不一样 所以造成形状上的不同 那因为表演上画面的缘故啊 我们必须把画面做到一模一样 甚至跟MV上一模一样 这个是比较困难的 那让我觉得比较欣慰的是 在教导完同学怎么样练习的方法之后 同学们慢慢都可以自主练习 其实可以在老师不在的情况下 然后慢慢把心里面心目中想要的画面 想要的效果慢慢呈现出来 那接下来就可以呈现在各式各样的表演上 这是我比较欣慰的部分 广说科分为设计组 表演设计组 电竞组 让学生们能适性发展 多方面学习 毕业成果发表会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我们今年是用节庆到福江志这样的一个主题 那就是年节的表现 我们也把三年的所学都能够呈现出来 像我们也有七夕的确信有你 还有中元节的春节的端午节的等等 这样的一些节庆我们把它展现出来 那我们这次的第一名是确信有你 也就是七夕 那真的是在色彩的呈现 都是表现得非常的优异 那当然我们本届的毕业生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优秀 因为我们到江山植的广告设计科 我们各有分为三组 一组是我们的就是表演设计组 还有电竞组 还有广告设计组 我们电竞组融获了全国的前四强 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电竞组也参加了亚洲杯 融获了在亚洲杯里面得到了亚军 实在让我们也觉得为他们感到骄傲跟光荣 我们今天毕业展做得非常辛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电竞占了一半以上 设计占了一些 设计占了一部分人 但是电竞人 刚刚各位卫兵有看到 他们上台都不讲话这样 他们讲不爱讲 所以他们有些人都不爱表达 但是呢 我说这要做什么主题才能够把他们表现出来 他们比较能理解的 那就是节庆 因为他们虽然每天都在家里面比赛 但是他们知道一年四季有哪些节日 可以吃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 我想说最简单的节目给他们做 没有想到他们做得很好 其实像有一组是中原 中原谍的 我说做这干什么 这个不好吧 结果他们做出来非常的温馨 这组是电竞占做的 我必须强调 另外呢还有一个过年的那组 也做的是叫圆满 也做得喜气洋洋 那还有一块一种就是做情人结人的 喜怯的吧 那种做的第一名 第一名 做得非常成熟 而且呢做得非常的精进 在永康街有一些刺绣文创品牌 由香港的插画家刘欣创办 以设计适合送礼 又能随身攜带的文创小物为初衷 一线一画创造无限 以国外旅客的角度挖掘台湾特色 老板刘欣本身是香港人 但他设计出大众旅客对台湾有所共鸣的图腾 渐渐将文创与在地结合 将台湾文化延伸出无限可能 其实我就算是用我自己的角度 一个就是也是旅客的角度去看台湾 然后就是设计出来的东西 其他旅客还蛮有共鸣的 然后慢慢就是我认识台湾比较多了 然后我就开始设计一些台湾图腾有关的 就比如说上我的耳环 就其实是从台湾的地砖花砖去演变出来 那我也有做一些跟又海棠花玻璃啊 或者是我们在生活中 就是一些台湾老吴窗花之类的 就是慢慢从 真的最本身认识台湾珍珠奶茶 然后到南白陀大同监国 然后再演变到 我发现台湾的不一样的点 然后去变成我的单品 不仅台湾文化还有世界经典名画 也缩小成可爱的刺绣品 成为传统又时尚的单品 全店拥有800款流星自己设计的图样 都是他对生活的观察 化为刺绣品呈现 他也让大家参与设计 客制化是他创品牌的核心概念 我们这间店就是主打是客制化 我希望因为出去 我自己也很爱逛选品店 但我觉得蛮多东西其实都一是一样的 有可能那个东西是我喜欢的商品 但是没有我喜欢的图案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这间店 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现在大概有800款 就我自己设计的图案 然后也有很多我设计不同版型的商品 然后让客人可以先上来到客制化 我希望客人会来到就是觉得 设计不只是设计师的一个创作 他都可以参与在其中 然后他也有就是可能他要送礼的 他也有为他朋友去想过 那什么东西适合我朋友 什么图案是代表到我的朋友 然后我们这是有特意设计的一个包装 然后这个包装的话 它其实看起来是一本书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品牌 我希望客人收到我们的商品 或是来到我们的店 或是认识我们的品牌 都像打开一本书一样 然后我们这本书打开 就是你可以放上 你为朋友去选的商品 然后里面就也有一个留言 就是像流星许愿的礼物来咯 那就是那个就是我 就是礼物都是我为大家准备的 然后这个打开也有一个少少的我这样子 在里面 然后这边拉开 都有很多不同的图案 然后大家来到就可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一些图案啊 就是自己搭配 然后送礼或者是 就送制纸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像之前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做一些防疫上官的商品 那你就可以挑你自己喜欢的图案 然后我们店员就可以现场 帮你客制化 然后现在就是解封了嘛 就比较多客人会挑这个护照套 对 我们也有问一些客人 你是要准备出国了吗 客人就说没有啊 就觉得要准备起来 命令就出国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今年送圣诞礼物也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商品 然后就是可以来到挑 就是为你的朋友去挑一个 适合他的图案跟适合他的商品 然后送他我觉得他一定会很开心 这边比较特色就是我们现场有刺绣机 那除了你跟他挑客制化礼物给你的朋友以外 你还可以就是现场 这个名字可以现场手写 或者是你可以签名 那你可以亲手写他的名字啊 或者是一些留言给他 然后我们都可以帮你秀到商品上面 然后就是送他又更独一无二 专属那个朋友的感觉 刘欣来台湾环岛旅行 因为很喜欢本岛文化 萌生留在这儿的想法 因缘机会认识在地业者一同合作 将自己的手艺结合发想 才成立了原创刺绣品牌 我大概是六年前 然后那时候是刚毕业 小时候就是很喜欢台湾的文化 就是很文青的商品跟一些市集之类的 然后那时候我毕业之后我就来台湾旅行 然后就觉得很喜欢这个地方 然后那时候就认识了一个青年旅馆的老板 然后他就是邀请我再回来台湾 然后就是后来过了那个暑假之后 那我就一个人来台湾环岛三个月 然后就是当中的话我就一直住在青年旅馆 所以就是在台湾不同的地方 都有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就是觉得很喜欢这个文化 很想留在这边 然后就刚好那时候 回到最初认识的那一堆夫妻 他就要开新的点面 然后在北门 然后他们就很喜欢 也是很喜欢 就是那种很文创商店 然后他就邀请我就跟他一起合作 那时候我就留在就是北门那边 开了我的第一间店 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在青年旅馆楼下的一间扫店 所以都会很多背包客 然后我就观察早上 觉得这样不行 我一定要有一个元素是有特色的 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没有人做刺绣 因为我自己也很爱买一些刺绣的东西 我就想这个就是一般做背脏 或者是秀到衣服上面 这个东西能不能成为我一个新的品牌的一个主要元素 然后去延伸不同的商品 然后就是慢慢开发成就像今天那么多不同 不同图案啊不同类型的刺绣商品 这间店从设计到家具组装 装潢理念个性化商品都是流星一手包办 他形容这间店是活的一直在更新 让消费者每次来都能感受不一样的氛围 然后这次改造就刚好就是让我真的是重新整理 我一个人从环岛的时候然后后续开店啊 然后慢慢怎么一步一步 就是可能我们会去摆不同的展览啊 然后就是不同的合作快散 然后可能会出国参展这样 就是就是一步一步都是见证我们的一个就是一个故事啦 所以我们是用一个就是做故事的方式来跟客人去 就是让客人去知道我们创作的故事 民众可以透过这些小小的刺绣品 连结生活周遭令你有感的事物 进而将文创艺术融入生活中 就像流星将自身家乡香港的特有文化也化为图样传递给大众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这个香港有不同的图案做出来啊 也会就是一样不认识香港的一些朋友 会从透过这个图案 然后去更了解到香港的就是各种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特色 我们最刚开始就是希望这个刺绣 最少找的图案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图案都会代表每一个人 我看到一个图案 譬如说我很爱喝拿铁 所以我的朋友看到拿铁都会赏到流星 就是我想就是很多不同的图案 然后你都可以就是联赏到你的朋友 就成为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联系 如果你朋友可能带着你送的东西 就我现在还蛮遇到蛮多客人 他会跟我说 我是三年前跟你买一桌 他都还就是别在包包上 他就 就是无形中成为了我跟他的一个联系 每个图案都可能代表着每个人的个性形象 透过这样的连结 大家互相认识彼此 也将流星的刺绣永远留在别人心中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 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 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 阿也没确诊阿 这些证明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1 眼见不一定为真 2 分享前再想一下3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 关心您 一般人对毛线的印象 大多是织成衣帽穿戴在身上 先为艺术家陈雅琪 陈雅竹姐妹 却将毛线转化成装置艺术 创作出高达近3米的橙画庙 还有大型的灯饰 甚至还结合了AI智慧 让设计图更接近实际成品 姐妹俩开设工作室 推广编织艺术 贴近民众的生活 也期望把宏大的世界观 转化成编织艺术 高达2米2的城隍庙 从贡桌 商炉 到城隍老爷与庙体建筑 全都是用毛线编织而成 在台北沙海城隍文化节 公开亮相 可爱的模样 立刻成为全场焦点 那时候刚好 有一个艺术家 在凯旋门 法国凯旋门 他用纤维把整个凯旋门包起来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 讲说 什么时候我们也可以 把沙海城隍庙包起来 然后萧萧跟我说 这可能有点难 因为毕竟小孩玩笑 画面要蛮大的 我那时候的尺寸 其实是一个 140几公分的 到180的男生 都可以走进去的状态 所以做起来的场面 就很巨大 把我们整个四楼都占满了 然后做完之后 我就有一种 蛮有趣的 我又成功做完了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可能也有点迷信 我们还要把设计符书画完之后 我们两个还一起去宝贝说 看到你喜不喜欢买不满意 很怕冒犯对方 然后很怕冒犯就是 城隍野战 而且我们连就占量尺寸 因为尺寸表上面不是都有急吗 或什么 我们那个尺寸都还是 点在那个尺寸表上面的急 才敢把那个尺寸定下来 然后自从那一次之后 我们就真的也是陆陆续续接到其他案子 像台中科博馆的恐龙毛衣等等之类的 也是整理资料之后才发现 原来我们2022做了这么多事情 说起将毛线变成大型艺术创作的契机 是与艺人小S合作 打造MV拍摄场景 姐姐陈雅琪学的是服装造型设计 妹妹陈雅筑则是学纤维艺术创作 专攻各自领域的两人 却在毛线艺术中交织所长 因为其实台湾很多 大家都是对毛线的认知 就是穿戴型的东西比较多 但其实国外有很多纤维艺术 我们称它为软雕塑 那它有发展出很多的分支 像我们知道的羊棒 就是编织涂鸦啦 或是大型的纤维艺术创作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会觉得说很可惜 台湾大家都还只是把它局限于 在穿戴的东西上面 其实它有很大的发挥 我们也希望可以藉由做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作品 让大家可以更知道 纤维艺术创作这件事情 压力蛮大的 因为只有大学二年级就开始接案 所以就会觉得 还好还好 就是已经有经历过 可是是做造型的部分 但这次的角色比较像是 跟它合作艺术家兼美术的感觉 那一场MV的其他美术 他走进来说 哇塞你们做的东西真的很酷耶 其他美术也很难做到这样的时候 我想说太好了 得到资深美术日课 我们应该可以弄完先睡一下了 要将2D的毛线转化成各种3D造型 靠的是不断累积编织经验 才能将设计图样如实完成 而姐妹俩还运用AI算图 让设计图更贴近毛线的质感 用毛线做出来最难的地方是 你要完成到60%才知道说 啊这个体系到底做的对不对 或是这个颜色或是 支出来的质感到底对不对这样 然后就会发现完蛋了 不对的话其实你要重拆 你几乎都要重做这样 那其实这是最难的部分 那有一次我就跟妹妹讲说 那我们要不要用明觉的算图看看 算出一个我们觉得 可以使用可以执行的样子 然后我们来尝试 用这种方法把它当工具 编织的图很难画的原因 是因为它还有质感的问题 那如果你只是换一个像素描 或是水彩样的图案给客户去看 其实大家大部分人是没办法去认知的 他会觉得跟你成品相差比较大 那所以我们用了这样子的图示之后 他们就可以更认知说 哦原来材质感是什么 就会有带入材质感 然后也帮了我们很多门 但虽然它也帮我们呈现图案 怎么去让客户更好的沟通 就变成是我们出图啊 跟客户讨论设计会比较快 但另外一个也面倒的问题就是 图出来我们能不能执行的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就是我们的考验 像我以前是做儿童美术的 是做儿童美术的产品开发 是做黏土设计这样子 然后我就发现它跟黏土很像 它就是圆橢圆 长橢圆的概念去发展 然后我就开始去研究说 哦那圆形应该是怎么织出来 然后如果我要橢圆形 我应该怎么织出来 那我今天要做一个骰子的话 我有什么样的织法 我就可以去分析它 然后去看也有些人 它已经完成织成骰子的样子 那就不同的人有不同的 对于设计图的见解的制作方式 然后我就会去研究 然后研究完之后再改良成 自己觉得最好看的模式 就是A加B加C这样 然后把东西完成出来 双胞胎姐妹在工作上 看似合作无间 但也由于生活和工作都在一起 增加两人争吵的机会 意见相左更是家常便饭 我很常吵架 我们每天都在吵架 我就每天都在吵架 我们工作室的那个剪刀都 力气都收起来 就怕我们相杀彼此 对 所以发生命案 我们小助理都说 好了你们一天不吵的话 都很奇怪 对 大到就是工作室的案子 怎么完成它 这种哇时间紧迫 然后时间安排什么完成 小到今天垃圾谁丢 都可以吵架 都可以吵架 有些时候其实是 蛮感谢说 姐姐那边对于事情的 看东西的角度 是我没有思考过的 然后最后让成品 变得更完整一点点 然后也很谢谢姐姐那边的人脉 我一直是有姐姐人脉的 红利的一个妹妹 我就是一个专心在这里 封环织东西的一个人 然后姐姐就出去 接案子搜索 草归草 两人对于未来 还是有着共同的蓝图 希望之后 能够每年都开不同形式的店 让编织艺术贴近民众生活 也将宏大的世界观 转化成编织艺术 教科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是希望 这些艺术品 对于 在台湾其实很少见 可是其实在国外 其实蛮常见 是所有艺术家都会开艺术工坊 然后甚至他们会贩卖他的艺术周边 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其实在国外的熏陶 就是从小熏陶 艺术对他们来讲 是很贴近生活的 我们会开始就是教学 妹妹会开始准备教学 跟做 那个我们会开始生产商品 也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更贴近 艺术这件事情 你真的实际去做 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很多的东西 他没有想象中的复杂 你在这个体验当中 其实你就是在做一个艺术呈现 你自己也是一个艺术家 因为台湾其实有很多店 或是有很多就是小店的文化 是很有趣的 那又可以把这个东西 变成了真姿化的时候 它可以带入更多台湾的元素进去 那 我们就开始想要用这样子的方式 去做我们的艺术行为 其实因为我们是想要把这个艺术形式 变成是一个世界观 我们就是把它导入说 我们可能 maybe 再来 我们会有一个 对于编织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它会是一个 比较宏大的世界观 是它可能是 你所看到的所有东西 都变成纤维化 我们把纤维变 把平常可以收取到的 的东西都变成纤维化之后 我们带入一个 比较有生命力的角色进去 然后让别人 对于编织有更多的想法 对于姐妹俩来说 白手编织的过程 可以放空 也可以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而从林道友完成一件作品 就是建立自信 创造成就感的完整体验 也是编织艺术最大的魅力 记者银品艺 林锡慧 台北报导 伊甸基金会針对0-6岁的幼儿照顾者 进行育儿现况调查 发现有高达8成的家长 曾面临工作 家事 与照顾孩子间 无法兼顾的窘境 这次邀请爱心队长艺人 杨佑宁 携手曼菲天使小善 及小善的妈妈 号召社会大众 以行动来支持曼菲家庭 艺人杨佑宁化身爱心队长 呼吁民众一起关心 早聊家庭孩童 陪伴曼菲家庭成长 杨佑宁也分享与曼菲天使小善 一起拍摄公益广告的情形 她说小善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拍摄当天常常会跟她聊天 让她印象深刻 这次很荣幸可以担任公益大使 然后担任这一次的队长 那我觉得是一个很温暖的 工作的一个状态 然后也希望能够传递这样的讯息 更多有需要工作的人让我们知道 更多有需要工作的人让我们知道 印象最深刻的当然也就是我们的小善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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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觉得 我们在跟小善在拍摄整个公益广告的时候 我觉得小善是一个很开朗的 然后也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我们在拍摄过程中 我常常在跟她讲话跟她聊天的时候 她都是有很温暖的笑容来回忆我 其实我觉得在当场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会被那个笑容点融化 今年五岁半的曼菲天使小善患有寒病雷特市症 自主能力较弱 身体站不稳需要旁人服务者才能行走 三岁时来到伊甸富佑家园 经过两年半早期疗愈 小善在自理能力上进步许多 小善妈妈也学到照顾附件相关知识 与心理上的温暖支持 发现她来伊甸基金会之后 她其实蛮喜欢跟人互动的 然后很喜欢听别人跟她讲话 跟她讲话就会一直笑 以前的话其实不太会有 跟人对视的这个动作状态 对那来伊甸之后其实发现成长蛮多的 好所以其实他们在这阶段进来 还是会慢慢慢慢地看到一个进步 对透过这些服务的支援 因为她有一些身体上面的限制 对所以我们可能比较着重在她的一些 自主的部分 对那比如说像运动啊 我们就会呃练习她的肌耐力 然后等她的身体的素质比较 她有核心的立下以后呢 我们就是妈妈有去书界的助行器 所以她每天就在我的中心 这样走来走去走来走去 对那另外就是呢 她生活自己的部分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小三 可以有一些自己的身体的主导权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让她 时间算花比较久 但是呢我们会让她自己去碰水杯 或是去拿她的东西 或是去摸她的书包 才表示说我们现在是收拾书包 然后家下来喝水 你知道吗 这世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天使 只是有些孩子的翅膀太大了 需要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够翻身 比别人更努力才能学会说话 需要更努力才能够站起来 伊甸基金会公布2023年育儿现况调查 发现有超过六成家长曾有孩子生病 或突发事件时无人协助的经验 更有高达八成的家长曾面临工作 家事与照顾孩子间无法兼顾的情形 而这样蜡烛两头烧的窘境 对找疗家庭来说更是显著 当然说大脱脱烧 到我们六成的家长他这边看到 在一个突发状况意外或是 他生病的时候 唉 其实没有人可以显示 现在年轻人更是这样 我们过去还有爸爸妈妈可以支援 对吧 阿嬷对不对 但是我们年轻人真的不容易 这个是未来里头 大家这个比较一下会比较早 真的没有人来学习 那我们八成里面会怎样 我们在工作跟我们要照顾这当中 我们是不能兼得好像爸爸不喜欢你嘛 又要在公司上班 又要多一点点一份收入去做什么 去做那个 那个叫什么521 然后还要去照顾小孩 要不落在小孩成长过程当中 他的小社不见 还会成小孩 跟他超人了 所以因为在这几年来 我们刚刚有提到 我们不是说你来我这边 我们要到你家 我们要到社区去 我们朋友也是在 岛与岛之间跳岛在做服务的 拿着工具 然后一个一个去再宅去跟家 家庭爸爸妈妈 所以爸爸妈妈在这个家庭 也是我们服务的 家庭成长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听了很多很多感动故事 所以我们这样的资源 放在不是说只有疗愈的专业 专业服务 我们将家庭这样的需要为一个核心 我们把社区的资源为一个基础来导入 更将我们手边有的专业能力 还有专业知识 透过一系列的设计 比如说我们亲子的活动 或是我们在亲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或是在我亲子的会议里面 或是我们在做疗愈的一个会议里面 就邀请爸爸妈妈一起来 共享圣经 伊甸成立四十年来 每年帮助超过两万名 发展迟缓儿童及家庭 鼓励曼菲家庭勇敢站出来 也期待社会大众给予友善对待 及行动响应 支持伊甸弱势儿童服务计划 用爱陪伴一个孩子守护一个家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富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他亲自前往下柜登门道歉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分享前再想一下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加集团关心您眼见一定为真吗 我们换个角度来瞧瞧 所以记住眼见不一定为真 科技进步人人都可以是记者是编辑有字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一花揭幕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一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明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加集团关心您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格格的新闻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合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自己使用的机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盒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盒的民众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支持影视产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